如果要你做这个绝对值X加1等于绝对值X减3加3 来吧,按暂停想一下 那你首先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写这个 引号 X到什么 -1的距离 会等于X到 正3的距离 加3 然后呢,第二个教你们的 我们在解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啊,是有为比 都是等于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的更生活化一点 就是 X到-1的距离比 X到3的距离 多 3 你可以想一下在这个数件上的哪一个点 会符合 X到-1的距离比 X到3的距离 多 3的这件事情 按个暂停想一下 那我们直接讲了 如果今天 就是说我把这个 X到-1的距离 比他嘛,我把它移到左边来用减的 那其实你移不移都不影响你的图解啊 只是我要讲解给你听的时候把他移过来 我把这段称为K好了 就是 X到-1的距离比X到3的距离多多少 然后要找到这个K等于3嘛 对不对 好,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的X出现在3的右侧 我们刚刚说数线上被分成三段嘛 如果你的X比3大 其实他到-1的距离比到3的距离固定是多4 也就是说不管我这个点挑哪里 这个K都一定会等于4 那 这个 如果我今天X挑的比 -1还要左边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呢 他到-1的距离比到3的距离固定是少4 所以我在这里写K等于-4 那附带一提 这件事情去讨论两个绝对值相减之后的结果是 就是我们这一个 这个绝对值的主题里面 最后面的一个比较难的环节 就是三脚不等式的核心 所以 在介绍三脚不等式之前 我们就是先利用 去教这个绝对值的加减法 让你们先开始慢慢的习惯它 所以这个K会等于 在这段一定等于4 在这段一定等于-4 那都不是我要的哦 都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要的是 到底到底 在哪里呢 会不会有机会在中间呢 其实会啊 因为中间有4嘛 所以他 到这里比到这里多 多3 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那这个点会在哪里 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设个A 如果这个是A的话 左边是4-A 因为整条是4 那你就知道说4-A-A等于3 所以 这个A等于2A A等于0.5 所以AX其实是 注意哦 AX是2.5 如果你反应更快一点的话 就说两段合起来是4 两段相差是3 那 小的那个数字是 这个核加差除于2 所以 是这个 核减差除于2 所以是0.5 所以我们的A就是那个小的数字那一边 所以A这边是0.5 那有看懂的话 想想看这一题 一样按个暂停 写吧 那如果你没有按暂停的话 至少要赶快写这个 X到 -1的距离 怎么样 减掉 X到 3的距离 等于7 哦 哦 根据刚才的说法 这个中间的点啊 拿左段减右段 拿左段减右段 其实减出来一定在正负4之间 对不对 因为你最靠近这里的时候 减起来就是 4 最靠近这里的时候 减起来就是 诶不 讲反了 最靠近这里的时候减起来就是负4 最靠近这边的时候 减起来就是4 这样 如果今天在这一侧 K一定会 刚刚好等于4 如果今天在这一侧 K一定会 刚刚好等于负4 本集无解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如果 X加1的绝对值加上 X减3的绝对值会是7 那我满懒惰的啦 就是 我都放同一个数字 因为我想说你要学会一件事情 又一直用同一个例子没有差 我们学的是逻辑 对不对 所以他是怎么样 X到 负1的距离 加上 X到 3的距离 7 好的 现在是用加的哦 刚才是用减的哦 那加的距离会怎么样 如果我在 右边 这一段加这一段是7 其实你设一下位置数就可以了 不用把这个设成A好了 那这一段因为中间是4嘛 最长的这一条就会是4加A 你就会得到 4加A加A 等于7 所以A其实是1.5 所以 所以 X其实是 4.5 如果在 负1的这一侧 然后把他设B 那变成这条是 4加B B加4加B等于7啊 一样啦 对不对 B等于1.5 注意哦 我现在这个B是从负1往左走 所以 X是 负1再减1.5 是负2.5 那如果是中间呢 我往 负1这边是 负 好 往负1这边是C好了 那往3这边会是4-C 因为整条是4嘛 所以这样子就会变成C加4-C等于7的话 你左边这里算起来就发现他是4 我记得 所以说绿的有一个 咖啡色那边有一个 中间没有 你会发现在中间这一段其实你这个到 负1的绝对值跟到负3的绝对值合起来一定就是4 所以不可能会是7 这样子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4.5或负2.5 下面这一题 来吧 总该混得到你了吧 按暂停想一下 好的 你有去解吗 你有去解吗 那 如果你在中间跟刚刚讲了 然后就说中间会让这个东西一定固定是4 因为你 C加4-C一定是4 所以 这个东西我只要叫他K 这里的K一定是4 对吧 在右侧的话呢 他会是 A加上A加4 A加上A加4 对不对 所以 我举一个为例 A加上A加4 那结果你说他会等于3的话 你就会解出2A等于-1A等于-1 那 变成A是负的 其实就代表说 这一段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A是抓这个距离是A 你如果说A是负的 那我是不是还要往左跑 那往左跑跑到中间去啦 那就不在右边啦 对不对 所以说 A4负的是 就是我们这样结起来是不合理的 所以 如果你选择左边也会得到无解 也就是说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一段加上他加 这段A加上A加4 一定超过4 所以我们在这段范围里的K一定会大过4 在这段范围里也是一样 你去抓B和B加4 也一定会大过4 所以都没有办法让他等于3 所以本题无解 可以吗 你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然后我们比对一下 前一题这里是用减的 用减的情况是 中间减起来会在正负4之间 两头 一定是4 用加的情况是 中间一定是4 两头一定大过4 那不用刻意背 但是要会这个推论逻辑 很快的从图形上推论出来 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集上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 如果我要你 去讨论 绝对值A4-2 2等于绝对值A4-5 里面有一个2 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那 我们去上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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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